维也纳右转胯的运动 根本就是刚刚我讲到的胯 身体关注了 胯打开 身体关注了 胯打开 好的 OK 首先我们要切记 这个位置 我不管是男生女生 右前方是留给对方的 对吧 留给对方的 好 当我们在后退的时候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第一个是离心力 头一定要引导 不要在头提前塞进来 头做完一个惯性引导以后呢 前击交换到左前 他不是往前走吗 脚 胯 脚 胯 跟着走 脚胯 跟着走 推上去即可 二 运动轨迹不要弯曲 我们在前进的时候呢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包括你的视野 你的头位啊 包括你的这个准备状态 我希望看到前进一方 更多的是想向前 而不是在中途去改变我力的轨迹 我希望看到的一直是向前的 OK 可以了 三 女生下巴不要乱跑 我就哪怕做到三位头 向上的 有没有这样的头位 有啊 对不对 同学们 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旋转吧 做女生的 好吧 下巴是不是对着自己 头看着右边的 对不对 你看我慢慢转啊 慢慢转 是不是做到三位头了 是不是到一位头了 我这里动过了吗 仔细看你们的眼睛跟我增大一点 头是不是在右 你就盯我下巴看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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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是不是始终在这 对 对 你就是这样 准备 四 展现力和女生头位 就是穿着美 这个时候美 美还不够美 后退 继续美 你要给自己的起脑 是要移动调整方向的 所以女生也有回头 女生不是头一层不变 那很多女生的头是一层不变 你老师做一个错误示范 那一层不动的女生就会像我这样 就会晕 五 离心力头位引导 不是直接到左前方去的 到了这个极点之后呢 男生女生这里要形成一个离心力 把手放下去 什么叫离心力呢 这就是离心力 走 OK 这里有一个离心力 OK 它是通过了这个圈圈 离心力到左前 这个很关键 因为很多人到这儿以后呢 他知道接下来要做交换 他知道接下来要换空间 所以他会提前在这里看 提前在这儿塞进来了 那么这个塞进来就会导致它的移动会受阻 所以我们到这儿以后呢 要不要 要不要交换空间 要 但是一定要把这一个力做完 同学们 这个力 然后我是通过到这儿 六身两面 角质线 加上摆档跳一天 那我的身体就在两个面 OK 两个面 看到了吗 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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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南部旅部都是一样 同学们 我们在这儿就先不分这些 好的 记得还跟大家讲了一下方向 还跟大家讲了一下关于这个摆档 跳维也那呢 大家不管是在什么阶段 一定要去尝试摆档 一定要去尝试摆档 因为这个摆档涉及到有些力量 你是可以去轮回贯通的 不然的话 你如果是平平的 你去跳 你去跳的话会很费力 摆档可以应用到什么 它不光只是我们的脚和腿 摆档也有什么 身体 头位 它都可以去帮助你移动的 所以很多人在跳舞 为什么一直在发力 那么累那么累 因为你可能只是用到了一个地方在跳舞 就是你们的腿在跳舞 7. 做做脚法改掉 你这个桌桌脚法 你下去后来跟我把它改掉 你做个右转 你的脚一定是这样 你做个左转 你看啊 你的脚法一定是这样 对 一定是这样 不是 这不能走吗 就一定要嘎一下 再等一下吗 走 哎哟 哎哟 如果说你是从这出发的 你是可以推一米的 但是你还要把它收回来 你就只能推80公分了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后退 你本来后退是这样的 很舒服 很帅气的 我就收水20公分干嘛呢 这个缩水是什么来的呢 跳汤格也是 5 6 7 8 Slow 完了 你能不搞一下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